白化佛法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在每星期四前面有将近十几分钟的是白化佛法 之后台长给大家就看图腾 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天天在追求物欲 欲望会让人变得越来越贪 我们对人间的每件事情都是特别的爱 所以你就会被每件事情绑住 比方说你爱了钱 你就会被钱所绑住 你爱了名 你就会被名绑住 你爱某一个人 你也会被这个人所绑住 所以就证明了你这个人非常的贪 所以我们经常讲 要有毅力来控制自己的感情 和控制自己的欲望 因为欲望它是无常的 也就是说今天你可以有这个欲望 过几天你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要觉悟 觉悟就是自己完全明白 我对这些东西无所谓 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实际上人需要的 真的是精神的东西 而所有的东西 都会随着你的 今天明天后天而逝去 就像我们小时候 为了很多的东西 我们自己忘记了更多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我们对了自己的欲望 那实际上你就错了 你对自己的欲望 认为是错了 没有欲望 实际上你就是对了 因为当一个人没有欲望的时候 他实际上就要脱离欲望 脱离苦海了 所以一切都要平等 没有欲望 没有欲望的人才会没有分别性 所以一个人要懂得 不要让自己存迷在欲望当中 一个人 一个人整天地在欲望当中 活着 他永远 心离不开人间的事 离不开人间的烦恼 也会从自己的本性当中 转 圆 也就是说把自己的缘分会转掉 本来一个很善良的人 随着他对的一些人间物欲的追求 他慢慢的会变得越来越自私 会变得越来越难克制 所以要用善心善念去做 去克服 要懂得人有智慧才会有缘分 一个人没有智慧 他就没有缘分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 我们拼命地做功德 放生 这就是逆转原性 因为你已经放弃了贪心 放弃了自己的执着的一些欲望 那么你就会慢慢地将自己的佛性转出 所以一个人只要在贪心和欲望下 他很难会有善念 很难会有善心 所以想克服恶念的人 真正成为一个修行人 他必须要懂得克制欲望 实际上人 对欲望的追求 他是有一个时间 地点 和当时的人物的 现在末法时期 天时转得很快 实际上人也变得很快 所以很多人过去这么想 现在这么想 很多人就是不珍惜缘分 很快地失去了缘分 有多少人就是在自己 不相信自己的夜里现前的时候 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有的人自己错了 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 有的人为什么会不懂得灾难 因为他永远不懂得怎么样爱惜自己 所以人必须要有境界 境界完全是靠自己自律 而且是自发的 人的心在哪里就会做哪里的事情 如果你们的心在小家 你们当然会天天在家 等小家出事了 再跑出来求大家 这个时候 你才想到 要离开小家 求着大家 如果你天天顾着小家 从来不懂得做功德 从来不知道和大家一起 付出 等到你小家有事的时候 你能得到多少呢 谁来帮助你呢 所以人 就是不停地在 自我意识当中旋转 而出不了这个圈子 每一个人就是为自己想到太多 所以 才会帮别人想的太少 所以一定要懂得 救好人 救开悟的人 才能精进 如果你们开悟 台长 一定会帮助大家 如果你成为一个无缘众生 我帮不了你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 我们 无论如何 不能让自己的心散掉 让自己的欲望 膨胀 这样 你永远达不到 佛法界讲的淡定自我 所以一个人要淡定 一个人对世界要看穿 一个人对所有的一切 要慢慢地学会放下 所以才会心中平衡 希望大家好好地学佛 好好地修行 每天在学佛当中 每天在进步当中 每天在欲望当中活着 每天你就脱离不了 人的现实 所以希望大家 不要失望 希望大家不要贪念 不要有太多的欲望 因为妄念 有时候 是你心中的 不正所产生的 因为你对某一件事情的不正 让你感觉到 我必须要做一些 让我能够达到自我意识 受到满足的一些概念 而产生的幻觉 让你来帮助自己 让自己这个不平的心 能够安护一下 实际上这些都是幻觉 所以幻觉产生 幻觉 幻念 所以经常有幻觉的人 就会经常有幻念 想不到的事情会想 想得到的事情 他也想不出来 希望大家一定要学会 真正地去除 自己身上的贪嗔痴 就是去除自己 本性当中的欲望 听众朋友们 一个人的心静要平和 一个人的心要不贪 一个人要知足常乐 要经常感恩别人 不能整天的 为自己的利益 活在这个世界 这会让你失去光明 失去前途的 一个人在给别人 能够成全众生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心是光明的 一旦你认为你不公平了 你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时候 实际上你就迷惑了 当一个人能够得到 看得到阳光 你就会拥有阳光 当一个人失去了自己心中的光明 你就会产生黯淡的感觉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 心要尝随自己的心 善心来变 而不是尝随自己的恶念来转 所以能够转念的人 就会去除妄念 能够致贪的人 就会没有欲望 所以一个人不能有贪念 这是一个长期的学佛人的理念和概念 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 真正的学佛人是没有欲望的 因为一切欲望即是空啊 一切欲望即是妄念所为 没有妄念的人 才会真正的去除妄念 没有妄念的人 才不会有恐怖和恐惧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 好好地懂得怎么样 来让自己心平你的气才能和 所以平心静气 良心才能得到满足 否则永远活在自己人生的痛苦之中 好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那么 我们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现场直播 我们的玄意中树节目 我们的玄意中树节目